快速地抹了抹脸上的眼泪,努力地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 皇上坐了半个时辰后,便离开了陆府。 路易和惊吓将皇上送上马车,直到马车消失在街角, 两人才稍稍松了口气,惊吓抬头看向路易,发现他也正在看着他。 大人,惊吓刚开口想要问他接下来怎么办,路易却突然将他紧紧拥入了怀里。 惊吓将在那里,一时间有些发懵,这里可是在陆府的大门外,门口还有守卫呢,他怎么突然…… 对不起,让你受委屈了。 路易一手轻抚惊吓的后脑,声音有些低沉愧疚,惊吓的鼻子一酸,眼泪涌上眼眶, 刚刚一直拼命压抑着的眼泪,再也控制不住涌了出来。 他伸手抱住路易的腰,将脸埋进他的胸口,委屈地小声抽气起来。 他确实是委屈啊,委屈得要死,他明明已经很委屈,很难过,很生气,却还要卑微地在皇帝面前认错,还要强颜欢笑地同意。 在他生辰日为自己的夫君纳妾,他到底哪里错了,要被这样折磨。 路易听着惊吓委屈的哭声,胸口喉咙一阵发毒。 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,要护惊吓一生周全,会爱护他一生,可是现在他却让他受尽了委屈,他真的觉得这样的自己很无能,很废物。 惊吓的情绪渐渐平复,他抬起头来,抹了抹脸上的眼泪,接下来该怎么办呢,皇上都已经放话,让在中秋那日摆那切酒席了。 先吃晚饭,吃晚饭,咱们再想想怎么办。 路易拦住惊吓的肩膀,走进了大门。 惊吓坐在路易身边,看了一眼福鹅,醋眉紧闭着眼睛的路易。 惊吓轻声叹了口气,他知道,现在路易肯定心里非常烦躁,本来已经计划好的一切,因皇上突然驾临而彻底打乱了。 他刚刚已经叫了陈福去纳宁那儿阻止他吃下假死药,但接下来该怎么办? 也许他现在也是没有考虑好。 大人,不论你想怎么做,我都会相信你并且支持你。 惊吓握住路易的一只手坚定道,路易睁开眼睛,回握住惊吓的手。 说实话,我现在也没想好该怎么办,我需要好好地想想。 若皇上只是问了一嘴纳宁的事,那尚且好说,大不了将纳宁假死偷偷送出金城的事延后。 可现在的问题是,皇上说了,让他中秋正式摆酒席纳妾的话。 这样的话,若是在此之前他刻意地制造一些不能纳妾的借口和理由,那么就显得他不怨纳妾的心思太明显了,甚至还有抗旨的风险。 大人,我有个主意不知道成不成,金虾说道。 什么主意?既然皇上都说了,要让我负起路家主母的责任,张罗中秋纳妾的事,那么我自然要去做,并且还要高调些,这样能让人觉得,我是真的在认真的办这个事。 然后,路家主母突发重病,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再进行纳妾的事。 瞎说什么呢?什么突发重病? 路易猝了猝没道。 当然不是真的突发重病,我装一装不就行了? 金虾觉得,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主意了。 这是欺君之罪,如果被人知道你是装的,然后闯到皇上耳中,那就要出大事了。 路易摇了摇头,况且,府中主母即便病危,也不能成为不纳妾的理由。 冲喜一说,你又不是不知道? 对啊,还有冲喜一说啊,惊吓苦恼地捂住了脸。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? 我需要好好想想。 路易淡淡道。 那您没想到,岑福会突然来他的住处找他。 当他开门看了他的那一刻,他心里竟有些欣喜。 可很快,见他那一脸冷漠的样子,他刚刚生起的一点点欣喜瞬间瓦解。 你有事吗?不会是来盯着我付假死药的吧?怕我不吃。 那您轻哼一声,从桌上拿起那瓶假死药。 你放心,我正要吃,不用你看着。 不用吃了。 曾福从那您手里夺过了小瓶。 这个,我拿走了,不用吃了。 那您一正,意思是,我还不能离开陆府。 对,不能。 为什么? 听到还不能离开陆府的消息,曾福默默地看了那您半上, 还是没有把皇上说要在中秋让路易正式那那您为妾室的事说出来。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? 曾福冷道,我的事,难道我没有权利去问吗? 那您耿着脖子反驳道,总之,您老是待着便是。 曾福说吧,转身离开。 臭曾福,那您哼了一声,一屁股坐到椅子上。 暂时不能离开陆府,这个消息居然会让他这么开心, 这让他很是意外。 所以,这里还是有人舍不得他的吧? 因为有夫人,还有…… 那您用手敲了敲脑袋,试图让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 一日,宫里来人了,李方命人将东西都抬进了陆府院子里。 陆大人,陆大人,这些都是圣上让咱家准备的滋补佳品。 李方脸上带着笑指了指几个工人搬着的东西。 称和内人谢皇上圣恩,陆一恭敬道。 皇上说了,陆大人为了朝廷事务尽忠职守,很是辛苦,这是该得的赏赐。 李方笑呵呵道,送走了李方,今夏看着院子里的东西。 上前掀开了香盖,查看了一下,里面竟是些名贵的滋补佳品。 这是酒。 今夏拿起一小坛子酒,仔细地观察了一下。 又看了看送来的清单,回头看向陆一。 这是陆写酒,看来皇上还真是关心极了陆家子嗣的问题。 这刚让大人中秋纳妾,这便又马上送来了大补的陆写酒。 看来明年中秋陆家没有新天子嗣都不行了。 好了,别管这些东西了。 陆一听出来今夏话里的不悦,上前揽住了今夏的肩膀。 大人,夫人,这些东西需要吩咒噪尖做成补品药膳吗? 钟伯问道,我身体好的很,不需要补品,爱谁吃谁吃。 心向哼哼一声,看向陆一。 大人要喝那陆写酒吗?我才不用。 陆一醋了醋眉,懒着惊吓离开了院子。 晚饭后,陆一坐在书房,一只手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的书案。 今日皇上特命人送来补品。 可想而知,皇上对于陆家的事挺上心。 那如果在中秋没有正式的白酒纳窃,皇上得知后肯定会补月。 甚至觉得他违宁慎恩。 他昨夜几乎一夜没睡,考虑着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安排。 一个想法在脑子里出现,但很快被他推翻。 可是在认真思考后,又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是最稳妥、最安全的。 他很犹豫,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做。 大人,你找我。 惊吓推门走进书房。 过来坐。 陆一朝惊吓招了招手,惊吓走过去,拉过一把椅子坐下。 什么事啊? 你别这么严肃,我害怕。 惊吓看着陆一的表情心里有些忐忑。 我有事需要跟你商量。 陆一牵起惊吓的一只手握了握,你先不要生气,听我把话说完,好吗? 惊吓点了点头,心里越发地觉得不安。 关于皇上让咱们中秋白酒纳妾之事,我考虑了再三,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,就是按照皇上的旨意,中秋白酒纳妾。 境婶戎邦对高官 vigil30日。 旅首发رجир吧,就关上新喜对姓针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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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针 Speaker,炸针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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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钉合件。